Alright, let's get started. Ladies and gentlemen, once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onight. 那大家再跟大家来欢迎一下啊,谢谢,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晚上有时间来听我在这边哒哒哒哒哒讲一大堆 所以希望大家不会后悔。 Alright, so first and first,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啊,有在YouTube上看到我的人吗? 有谁在YouTube上看到过我帮我打一个E 所以我之前有在有一个小小的YouTube channel,YouTube channel,就是我自己在做,有人看到我吗? 我说有没有在上面留言过,有人在channel name,channel name叫做WiGiPD,但之后马上会改掉了,马上会改掉了 So, a little bit of me, just a little bit of a short briefing, short introduction about myself 我叫WiGi,全中叫FengWiGi,这就是我的English name,English name,中文,中文,Chinese name,一个,同一个 name 所以每次我跟老外介绍我名字的时候,You know,What's your name man? WiGi, like wager, like wager without the R sound, so wager 那么上一周是一个对我来说其实蛮重要的一周啊 我的视频都看,全部都看,谢谢,谢谢,聚工,感谢一下 上一周呢,是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decision,I made a huge decision about two weeks ago right,two weeks ago,and then,上一周我是搬家到了墨尔本,我之前住在新尼的 我在新尼生活了四年,然后终于做了一个决定来到墨尔本 然后呢,另外一个很大的decision,我跟大奥PTE合并了 其实合并也是抱大奥的大腿了,因为之前都是我一个人在做PTE 所以大家屏幕上看到的这个为之PTE呢,还未存在,但是呢,我会做一个更好的这个频道出来 我的这个视频呢,会移到另外那个频道里,然后呢,以后长期的更新视频也会放在那个新频道里 就是大奥PTE了 啊,so,if you haven't heard of me,go to go to my youtube channel,take a look at these videos,hopefully you learn something 啊,另外的话呢,右边是我去年7月份在北京,在中国在北京,PTE有一个那个全国的教师资格培训, 然后我参加,所以我还是很自豪地说我是官方认证的,官方认证的老师, 官方认证的,officially certified, right,officially certified teacher 呃,有人的,大家的这个声音,听我讲话的声音怎么样,ok吗? 是中,是中的话,我帮我打个E,如果小的话,我声音可以加大的,no problem alright,好,那好,那ok,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听我声音觉得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自己调一下你的那个声音哈,小是吧 alright,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大点声去说,没问题,可以讲话大声一下,跟考PT一样 no worries,I'll speak louder,现在ok了吧,现在就ok了,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啊,所以今天呢,首先简短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然后后面我们还有更牛的老师,从今天到后接后,今后的四天,不一样,所以今天就是我在了,好,然后呢,今天重点,我们是来讲口语的, 我们就再把这个话题,把我们的话题范围缩小一下,我们是来讲read aloud,口语的第一题,口语的第一题,那么我就不在,我在这边就不问大家有没有考过试了啊, 考过没有考过试的人,你很快的可以,其实要上手PD,了解这个PD考试,其实很快了啊,五分钟就搞定了,那么我们今天,我相信现在来听我课的,绝大多数是考过试的人,对不对啊,所以对于这个,屏幕上的口语的这个列表呢,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right,from read aloud to repeat sentence,describe an image,read a lecture,and answer short question,一共有五类大题,但是呢,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查诺课吧,如果我接下来讲的东西不知道的话呢,请你做一个记录啊, please take notes,if you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following stuff,now,first thing first,这五类题目的比重是不一样的,ok,这五类题目不跟我难度是不一样的,它的占分比重是不同的,ok,you're with me,you're very with me, are you following,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五类题型,你在练习的时候,不要说很平均的把时间分配在某一项上,而且尤其是有些题像read a lecture,这个题如果你去看的话,它是比较难的,它会先让你听一段lecture, 它会播放一段大学里上课的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之前考过,有一道真题叫做sound receptors,sound receptors,有谁听到过这个声音立刻会熟悉的人帮我打这音,这个音这样就说sound receptor,sound receptors,these are little,right,these are little beautiful,flappy things, beautiful flappy things caught inside your ear,right,这都是战友啊,这个题很熟悉,sound receptors, 所以它会播放一段这种上课的,SSD也考过,RL也考过,它会播放一段那个,我们叫什么,上课的内容给大家听,完了就让你去总结,难不难,内容上其实蛮难的,ok,其实是蛮难的,因为呢,sorry,one second,我有在录像,no worries, 大家在,有人在担心啊,没有录像,所以今天其实对没有来的人实际上是要讲一声抱歉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呃,应该有两百人在群里面等着这个视频了,所以今天大家记住啊,如果你进来的人不要退出,如果你退出的话,请不能再进来了,ok,sorry,我一会公开道歉视频当然再做了,今天肯定会, All right,retail lecture,anyway,my point is,retail lecture is hard,ok,retail lecture is difficult,挺难做的,你要先听,再记笔记,然后再说,不容易啊,但是good news is,好消息,它并没有占分占得很大,明白我意思吗,它最难的题,反而不是占分最多的题,这也是考试比较人性化的一个机制了,他们并没有想到retail lecture是难为的,相反的呢,我就跟大家直说了,关于这个考试的机制, 最简单的题目,就看,看似简单的题目啊,像read aloud,repeat sentence,这两个题其实是会占到分数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成分,相当于一个根基了,啊,我之前,我在前天在我们大王墨尔本的这个线下的分享,我们线下做了一个真题课,也是由我来讲的,我那时候做了一个比较细致的那个口语提形占比,啊,我之前自己也去考试,啊,在那个考完试之后,只做几道题,然后分析几道题,占整个考试的比重, 那这边呢,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我就直接把结果分享给大家,跟大家说啊,read aloud lecture,repeat sentence,这两个题目非常的重要,extremely important,ok,extremely,extremely important,他们的占比呢,占到了总分的将近50%到60%,60%,啊,甚至是更高,甚至是更高,啊,我们之前算过一个,算过一个数字,如果你只做read aloud,只做repeat sentence,口语提形占到差不多60分, All right,I'm not kidding,I'm not exaggerating,60分,60 out of 90,对吧,这个比重其实很高的,60除以90,问大家这个结果是多少,我帮大家算过了,是0.66666,所以我们本来就666提形,666提形,啊,双击666,所以这个,RA跟RS呢,实际上是口语的根基,那么,你一定要注意,你复习的时候,时间配比,你的大头,时间配比的大头, 我一定要放在这两个题目上,我们本来叫做Tier 1的题目,啊,Tier 1,一共会占到50%,一共占到50%到60分,一共啊,就是在90%的总分里,然后接下来DI呢,Describe Image,也相对来讲比较重要,因为它的变化比较多,而且大家对于DI总会觉得说,啊,不好去,既是去兼顾内容,又去兼顾这个说法,那么在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很棒的老师,啊,那个叫做Coral,Coral,珊瑚老师,他在之后几天,会跟大家来去分享这个东西,啊,这边呢,会跟大家 去讲Describe Image,怎样去做,Describe Image的占分也不小,15到20,啊,所以你原则上来讲,Tier 1,Tier 2的题目,RA,RS,还有DI做好,其实八诈已经是OK了,我不是鼓励大家只做这三个题啊,不是大家鼓励只做三个,而是跟你讲一下,我们之前经过测评,所做出来的一个占分重点,那这三个题绝对是你要七诈或者八诈,必须必须拿下来的三维题目, 其他的呢,相对于比较次要的,像我刚刚我说过的Retail Lecture,Retail Lecture做好,这个是大概Tier 3的题目,大概也就是个十分的一个贡献,啊,并不是很多,大家看看就好,原则上呢,你一定是得有一套被的滚瓜烂熟的模板,All right,You gotta have a whole set of template sentences stored somewhere in your brain, right, in your head,一定要有很完整的这个模板局啊,这样的话才能考试的 这个时候,嗯,这个,不被他听力吓到,我们的目标就是即便听不懂,但是就说一定要说得很漂亮,All right,最后的还有一个answer or question,基本上来打现我的题目,这个题目大家看看就好啊,原则上你十类题里面将,十个题里面能对上五六个,你基本上不用太去担心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口语产生的波动是很小很小的,So don't worry about it,All right,我们赶一下下一个topic,Let's change topic,我们把气氛调的稍微的, 紧张一点,什么样的发音是低分发音,所以我之前在YouTube上做过一个视频去讲解啊,但是鉴于很多人还在没有在YouTube上看过我啊,所以我今天再来,再来讲一下,大家应该听到过吧,就是PTE,如果你自己没有的话,周围的朋友,或者周围的备考群里面的人应该也有过,就是发音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啊,低到发音只有十分, 哎,十分是多少呢,在PTE的这个世界里,in the world of PTE,right,10 really is zero,you know,十分的话其实就是零分了,它的分数区间是从十分到九十分不等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人拿到了十分,哎,就很,就很,啊,no,you know,it's like,why,why, 我来这边讲一下,什么样的分数会得,什么样的发音会这样啊,有两种,基本上往宏观上来讲,两种情况,first,是它系统识别不好,是系统的过,不是大家的问题,就是PTE呢,从创立初期到现在嘛,它其实还是一个逐渐优化的过程,口语是由电脑来打分的,对吧,非人为打分,总会可能有这样各种各样的bug,那么这个bug呢,就是比较持续性的,比较持续性的,一直有的, 那么我们说通常,如果是女生为主啊,主要都是女生,声音如果比较细,比较尖,比较细,比较尖的女生呢,可能在考试的时候会遇到说,所谓这个不被识别,不会识别的一个状况,当然最终的影响也比较,也比较大了,给大家来简单听一下,每种声音不会识别呢,看一个例子,看一个女生读的这个题目,给大家来简单分析一下。 A university is a lot more than just classes and exams. University is a concept that offers you a host of possibilities to develop both academically and personally. Find out about the different projects, clubs, and societies that are in your university, you will definitely find something you are interested in. OK,大家听到了吧,大家都听到了吧,像这样的一个比较尖的声音,比较尖细的声音呢,在考试当中我们说, Man, you know, it's a little bit disadvantaged, disadvantaged,不是特别的有力,不是特别的有力, 比如说的Katherine,多好听,I agree, I agree, I absolutely agree, I'm with you, I'm with you, 因为绝大多数的这种声音比较尖比较细的都是萌妹子,是吧,简单的报告料, 我女朋友,我女朋友最早也是这样,也是一个萌妹子一枚,声音很细, 所以他最早考两次PD,他最早考两次PD,就是识别不到,就30多分, 比较惨,比较惨,录音,之后我可以让他,让我女朋友可以露一下,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做一个录音给大家听, 但是the point is,他最后考出来了,so proud of my girlfriend, 他最后也是三次之后,第三次就炸了,第三次就是90分了, 因为我们用了一个比较好的改变方式, 对于这种情况,对于这种发音分低,这已经不是新闻了, 这已经不是新闻,我刚刚说PD,它是一直的持续性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真的声音很尖很气的女生, 你就去改音,按照不同的程度去改, 如果你说话比较轻的话,声音稍微放重一点, 如果说话是非常非常轻的,非常非常轻的那种, 改的方法稍微极端一点, 极端一点,直接就是用我们的学男生说话, 学男生说话,像我之前接触过的学生里面, 比如说有学生就是, university is a lot more than just classes and exams, 然后我说那就必须学男生说话,像卡通一样, 声音拉下来,university is a lot more than just classes and exams, 挺滑稽的,对我们来说挺搞笑, 但是对于他来说,对于学生来说,可能挺累的, high pitch, pitch高,就只能是人为的给他降下来, 就学男生说话,university is a lot more than just classes and exams, 但是效果立竿见影, 效果立竿见影,如果你的英文能力有的话呢, 只要这样一改,可以立刻被他识别到, 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这已经是屡试不爽了, 屡试不爽的方法,当然长期的, 也有一些,that's sort of like an easy way, that's sort of an easy way of changing your voice, there's also the hard way, but somehow more effective way, 也有稍微更难一点,但是也更有用的, 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你的发音部分, 放到你的口腔的后半部分去发, 这个其实中文跟英文最大的一个发声上的特点, 在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了, 因为我们说中文,不管是说普通话, 广东话,还是什么方言, 我们通常呢,喜欢用嘴巴的前半部分去说话, 对吧,你像我读这个句子第一句, 我如果读成, a university is a lot more than just classes and exams, 我朋友车过了,再读一遍, a university is a lot more than just classes and exams, 你发现,哎,翻译也不错,对吧, 翻译也不错,但是注意, 这是我拿嘴巴前半部分给你发的, 我拿口腔后半部分发一下, 听一下啊, a university is a lot more than just classes and exams, 听出区别了吗, a university is a lot more than just classes and exams, how about that, 对吧,我最早在, 我在美国读书,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就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 很多美国人说话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的声音啊, 就是比其他国家的人声音要重, 后来我研究了, 研究之后发现他们喜欢用口腔后半部分发声, 对吧,你一见老美, Hey Bob, how you doing? I'm doing good, man, I'm good, I'm real good, you know, how are you, you watched the game last night, you watched the game, 咱们说话都是往后面去发的, 所以如果你想去, 尝试去改音的话, 能用口腔后半部分发声是没有问题的, 呃, 示范一下耳边位置, 我们留到最后, 好吧, 我们先分享我们的内容, 把这个所有的Q&A放到最后, 课结束的时候会跟大家来示范, 所以第一个发音我就想到这里, 因为这已经不是新鲜的东西了, 我只是拿出来再说一下而已, 它完全不是这个新闻, 很多人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包括改音, 改音方式, 如果你有些机构, 如果有的机构说你必须交钱了, 上课才教你改音方法, too bad, sorry, 我现在就交给你了, 就把这个声音, 人为的拉低, 或者是像我一样, 把那个口腔后半部分发声点出来, all right, 我刚刚说的其实是第二个, 就是第二种情况呢, 还有一种发音比较低的, 这种情况呢, 就是系统识别的太好了, 非但不是没有识别你的音, 而且是把你的音识别的比较细致, 然后呢, 在你的口语当中识别到了过多的, 他们所谓的低分特点, 那这种情况不好意思, 你的答案, 你的这个口语分数也会被加下来, 拉到最低也是十分, 而这种我要说一下, 不见得是你的基础差, 不见得是基础差, 有可能有的人呢, 英文还是不错的, 雅思, 我见过雅思最多能拿到6.5的人, 口语6.5的人考PT, 就是很稳定, 只有二三十分, 原因我一会儿要说一下, 是吧, 这个里面的特点呢, 首先基于这样一张图, excuse me, 我不知道谁见过这张表格, 这是陪成官方给大家的那个打分手册, 打分识别, 打分识别的那个说明, 那我是从当中截出来的一下, 如果你没见过这个图呢, 你可以立刻去Google, 可以谷歌一下, 就是PT scoring guide, 你可以立刻搜到一个PDF文件, 百度谷歌, 我相信应该都ok的, 然后呢, 它全部的应该是从零分到五分, 不同的这个分数段, 是吧, 那我们今天研究是低分, 翻译低分, 所以就看它的底下的这个, 打分被认定为零分跟一分的说明, 看过这个表格的人很多, 当然我跟你讲, 分析过的人其实没有多少, 恰好我就是一个喜欢分析的人, 恰好我就是一个喜欢来看那些有的没的的人, 我跟大家来一起, 大家看一下吧, 你看这个零分跟一分里面分别说的是什么, 一分说的是呢, many consonants and vowels are mispronounced, 很多的辅音跟原音都发错了, resulting in a strong intrusive foreign accent, 就是你会得到一个非常的浓郁的外国的口音, 外邦人的口音, 是吧, 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也就是说了, 你可能口语当中, 就说话的时候呢, 带有一定特点, 这个特点呢, 更多来源于你本身的language, 就是你本身的这个口音了, 就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大家说中文里面, 容易在说英文的时候, 把中文的一些习惯给带出来, 仅此而已, 并不是说我们不会说英文, 并不是说我们大家说的不好, 只不过Thinglish, Thinglish不一定说不会说英文, 不是说不会说英文的, 对不对, 有的人的中文, 有的人的英文里面全是Thinglish, 但是英文很好的, 对吧,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说这种的人, 英文很厉害, Right, 所以,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例子, 你会发现, 我的这个, 我的破坏在哪里, 听一下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在读, 这个人在读的时候呢, 其实带有很多很多, 我们刚刚说的, 一分特点, 来看一下, Trump has threatened to declare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but the experts say, he has little legal or economic basis to take such a step, He has also threatened to impose a tariff of up to 45% on Chinese imports, If Beijing doesn't behave unmoved, that could lead to a trade war, and damage the economies of both nations, All right, 这个大家都听到了吧, 你像这个哥们在读的时候啊, 他就是首先是一个低分的发言, 那大概就十几分, 不到二十分的一个pronunciation分数, 我们把它对号入座一下, 其实是可以放入到这两项打文说明当中的, 比如说,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Let's say, 有, 哎呀, 我表现是放了, 举一个例子, For example, For example, 第一行, 就那个intrusive, intrusive最后一句, 叫什么, All stress words may be reduced or omitted, and a few syllables added or missed, 就是说, 非中读的单词呢, 有一些会被剪掉了, 会被加上来的, 还有一些额外的音节, syllable still的音节, added or missed, 我给大家, 时间关系, 我给大家举一两个例子, 你比如说, 听刚才这个哥们在读这个单词的时候, take such a step, right, 他这样来做, take such a step, step, 可能没有那么重啊, step, 他这样来读的话, 问题是什么, 这个就属于在step这个单词的处理上, 没有处理好, 带有这种我们说, 这个特点, few syllables added, 什么意思啊, 这个词本身, 音节, 就我们说音节的话, 就一个, 原因就有一个, step, step, 这个p, 这个音呢, 基本上是, 就做个口型而已, step, p,p,p, 如果你发的很重, step, 你音质要出来, step, 音质要出来, 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给这个p后面加了一个字, 努意, 那平台感觉就是stepe, 这种感觉, 这一旦被电脑识别到, 那属于低分的特点, 还有的例子, 比如说像刚才他读的这两个单词, economic basis, 他读成了economic basis, 把他的音节给拆翻了, 像我们中国人说话一样, 一字一顿, 一字一顿来读, economic basis, economic basis, 那这样的话呢, 被电脑识别到, 就属于典型的这种低分的特点, 如果你这个问题是持续性的, 你看non-english最后一项, pronunciation seems completely characteristic of another language, 我们来翻译一下, 你的发音呢, 看起来完全是另外一个语言的特点, too bad, 你的口语, 你的这个pronunciation会被打成零分, 会被打成零分,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去年到今年呢, 如果你了解pt的话, 知道他的口语难度发生过一个改变, 简单来说就是口语变得更难了, 那把它具体细化到识别的机制上来, 怎么去理解这个过程呢, 实际上就是说, 他在于这种识别的机制上, 识别于你低分点的机制上, 变得更加精准了, is you what I mean, is you what I mean, 就是本来可能以前, 我们说pt刚刚在推广的时候, 他为了占市场啊, 是吧, 为了弃亚斯啊, 是吧, 为了给大家福利, 他当时呢, 可能对这种低分的识别, 抓的没有那么紧, 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像这种, 刚刚列出来的这些, 看到这些这个描述, 这种低分的描述, 他可能就让你过了, 对吧, 可能让你走啊, 相反的把高分的那些识别的点, 抓的, 就是识别的更容易一点, 但是呢, 去年到今年一看, 发现难度变化了, 是吧, 这对于低分的识别能夹重, 那简单来说, 我们怎么办, 如果你是低分, 那确定已经有人问了, 如果你是低分, 应该怎么办, 简单来说, 从我们说, 从比较上层的角度来说呢, 一定要带离你的低分区, 把所有的这种低分特点, 首先第一步, 认清什么是低分特点, 首先第二步, 把你身上所有的低分特点, 全部拿掉, 这个拿掉, 不一定指的是你英文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可以人为通过一些方式给他拿掉, 相反的, 相反的, 举一个例子, 我不要那话说一半不说了, 怎么样拿掉, 举一个例子, 你像刚刚这个, economic basis这种词, 其实如果你像刚刚那哥们一样, 读的是economic basis, 好了, 那我教给你这种方法, 教给你这种方法, 你在读这种句子, 这种单词的时候呢, 咱们现在就简单说, 你把它稍微的紧凑一点, 可能你读的是economic basis, 读这么长, 因为它紧凑到economic basis, 然后在当中, 唯一一个需要你发, 自证腔圆的这么一个音, 只有它的重音, n-o, n-o, 所以, economic basis, 这种在英文里面, 老外说话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样, 它把所有非重音的音节, 都发得非常非常清, 发得非常非常不标准, 唯独把这个, 需要重度的音节, 发得很精重, 所以你像老美说话, 那么基本上, 非重音的非重度的音节, 听不到了, economic basis, let's talk about economic ba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就这种感觉, 所以你一开始可以去模仿, 但另外一开始, 你带着意识把它缩短, 缩短要不要, 反正要说的是economic basis, 现在只要遇到这种词, 多音节的, 立刻给自己一个意识, 把它, 首先, economic basis, 这个持续性, 改一个没有什么好改的, 改一个没有什么改的, 但是呢, 持续性一旦有了以后, 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consistency, we're all talking about consistency, 送大家一句话, 送大家一句话, 送给大家, 一个算是备考的, 一个guidance吧, 我们不需要inconsistently perfect, 我们需要consistently good, alright, 我们, we don't want, 就是inconsistently, inconsistently perfect, 我们不要, 偶尔来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我们不要, 我们想要的是consistently good, consistently做好, 这些小的地方, 你都改过来, 一点一点改过来, 把它的低分特点, 一个一个变过来, 哇, 那我给你讲, 就不得了了, 我在之前呢, 接受过一个, 就是, 之前我很多的学生, 学生在那个, 今年8月份的时候, 就是马上大家换签证的时候, 接受过很多很多, 目标分数是4个6的学生, 大家的目标就是4个6, 然后拿考完赶紧换签证, 这样子, 那么当中呢, 其实很多人的口语当中, 都存在这种问题, 就是要不然是0, 要不然是1的这个level, 当然呢, 也有就是另外一种, 就是可能口语程度会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呢, 说话当中加入一些特点, 刚好被考试实际上低分了, 是吧, 是我自己最最最 proud的一份成绩的, 最最骄傲的一份成绩的, 大概就是9月初来的, 这个学生在英国, 他当然需要是4个51, 4个51的英国生大学了, 当时呢, 找到我只有考试前三天了, 所以我们只上过两次课, 两次VIP, 一共只有两个小学而已, 所以他当时口语只有39, 完了之后, 你看他最后的成绩单, 一周, 加上一周, 上完课, 等于上完课, 他去考试, 考试的时候你等了两天, 考试出成绩单等了两天, 因为是如果你的PT两次考试成绩变动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是他有一个on hold, 也可能等了两天, 等到他出成绩之后呢, 网上你刚刚看到给我, 我觉得很欣慰的, 很欣慰的, 因为两天的话, 我们把这个pronciation和oral philosophy都提升去了, 他的这个女生的特点就是, 我现在发音跟刚刚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economic basis, 所以我们在这种常遇到长单单词的时候呢, 彻底出一套方法, 每一个都能搞定, 然后另外一个, 他的一个例子, 相信很多人也会碰到相当的问题, 就是语调是平的, 读一篇RA读不出高低起步, 这个其实是最要命的, 我们一会看题的时候, 我让大家来做, 就给大家点出来, 好吧, 这个是对RA现在来讲, 对于这个发音来讲最要命的一点, 整个语调是平的, 像机器人一样, The university is more than a concept, university is什么什么什么, 一字一顿, 像读中文一样, 这个是不行的, 好, 那前面说的这些东西呢, 简单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什么样是发音低分, 什么样去搞, 那么接下来具体来做呢, 我们来看最近的一些真题, 最近的一些高频真题, RA的真题一共100多道, DLPD呢, 已经是收集的蛮全了, DLPD已经把这个真题收集的完全了, 我不可能今天跟大家过100多真题, 那是过不完的, 因为我是非常非常注重质量的, I'm all about quality over quantity, I am that kind of guy,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看一些我认为比较有特点的真题, 一些特点就是说白了有难点的, 跟大家讲出来, 然后呢, 我的目标也是, 如果有人现场想练的话呢, 我可以把有问题, 但是没问题最好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点出来, 做一个提高, 好吧, 如果你需要全套的真题呢, 可以扫我们的二维码, 这三个二维码都可以去扫, 问我们的那个后台要真经, 要基金, 我们每个月都会有整理的, 每个月都会有整理, 然后呢, 如果你来我们的这个, 就平时, 就随便来我们的这个教室, 你可以拿那个hard copy, 那就是打印好的那种, All right,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考的一些真题里面, 我觉得比较特点的, 首先一个是这个题, 这个题之前考到过, 不是新题了, 考的也有一段时间了, 但最近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 很多的这个, 我们很多群里面, 每天都有人在反馈, 这个题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首先, 看它第一个单词, 可能有的人觉得比较难了, 先给大家一分钟时间了, 一分钟时间熟悉一下, 然后如果一会有人来读一下的话, 可以我们来找找问题, 好吧, 先给大家一分钟时间了, 哇, 已经有人, 我还没有, 已经会抢答了是吧, Sky, 没问题, 好, 这个留给你, 我还没有问, 我还没有说谁要想读, 可以打一个1, 什么的, 当然既然Sky, 还没有问之前, 先抢答了, 那留给你, OK, 其他人, 一会儿, 其他如果有人想读的话, 你可以提前示意一下, 你可以举手, 或者你可以打一个1, 或者就读一下, 这样子, OK, 我们先等一分钟, 看一下, 大家都熟悉完之后, 我们让Sky来做一个示范, OK, And meanwhile, I will just get some water, All right, How's it going, Everybody, 哇, 好多人举手了, OK, OK, 这个顺位, 我尽量放时间给大家多一点, 今天晚上, 我一般都是这样, 公开课, 他们跟我说, 让我讲一个小时, I was like, Yeah, OK, 但是, 如果大家愿意, 我当然一个小时之后, 大家愿意走, 可以走, No problem, 不用带着这边, 但是如果我没有更多时间, 写想量, 我尽量放开时间给大家练习, 好吧, 尽量, Try to accommodate, 好, 那我们先第一个, 因为刚刚那个Sky已经说了嘛, 我先把Sky的那个麦克风打开来试一下, 好了,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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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Sky, 我立刻想到Sky, Sky, 最好Sky能读得很好, 读完之后, 我就 like, Sky, All right, So, Where is it? 大家都准备好了, 是吧, 准备好了, 这个就读完之后, 全部Sky, Sky, All right, Where are you, Sky, All right, Hello, 能听到吗, Sky, 能听到, OK, 我今天电脑不知道怎么, 可能声音有点小, 所以我把这个头凑进电脑一点点, 好, 那一准备好之后呢, 就开始了, 我记下笔记了, 不好意思, One second, 一般会在说的, 因为听的时候会偶尔记, 会记一些问题之类的, 所以随时开, 随时请开始, 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开始了, 然后就按照正常的考试的方式去读, 好吧, OK, August was given the powers of an absolute monarchy, but presented himself as a preserve of republican traditions, He treated the sanity or state council with great respect, and was made to conceal year after year, He successfully reduced the quality power of aimed by retaining many soldiers, but giving them land or money to keep their loyalty, OK, OK, Score, Score, OK, Cool, 来, 我来做一下, 点评先等一下, 我先来说一些问题, 我先来说一些问题, We have good news, we have bad news, and news for you, and good news for you, Sky, 我先来说一下, 这个题, 你读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快的语速在读, 是吧, 对, 因为我之前读的比较慢, 然后可能他们就说读的太慢了的话, 就不会那个流利度有分, 所以我就每一次管他读不读对, 然后我都很快的再读, OK, 好, 我先这边打断你一线下啊, 其他人如果有类似想法的人, 可以先留意一下啦, 拿出小本本开始记啊, 我来说一下关于语速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蛮很重要的一点, 很重要的一点, 语速首先, 绝对绝对不是越快流利度就越好, 这两个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Let me just put it this way, 可能啦, 在之前两年前一年前, PT更推广的时候, 大家在背考的时候, 都会听到类似的这种论调啦, 就说你考试的时候速度, 一切读RA的时候一定要快, 越快越好, fast fast fast,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很多人也试验过了, 很多人也试验过了, 说得很快, 结果分数拿回来, 三四十分很稳定, 所以问题呢, 也要跟大家来澄清一下啊, 这个快, 其实不是问题, 快不会帮助你, 快有可能会帮助你提分, 有可能会帮助你提分, 但它是有前提的, 对吧, 语速之前的前提是什么, 是我们PTE, 对于那个, PTE识别当中的这些高分的点, 你得踩到, 什么是高分的点, 比如说节奏感, Rhythm, 什么节奏, 一句话当中, 你不能每个词的中读感, 中轻读感就是一样的, 你的有重, 有轻, 有重, 有轻, 对吧, 你像比如说第一个词, 这个人比如, 你肯定要中读的, 你要中读, 像这些动词, 包括名词, 就是要中读的, OK, 这种有重有轻的节奏感, 它会被电脑识别到, 就算这个高分, 另外, 停顿或者一群划分, 也是要有的, 你不能说, 不能说一口气直接读下来, 太快一口气读下来, 让它根本听不出来一群, 这个是不行的, 其实我跟大家做一个建议, 像谷歌出了一款识别软件, 一个网站,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我之前我试过百事不爽, 百事不爽, 就是如果一句话, 你读的特别特别快的时候, 你再让他, 你点那个识别, 他边识别你边说, 如果你读的非常非常快, 他很有可能就录到一半停止了, 录到一半就不录了, 原因是什么, 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析出你的一群, 相反, 如果你按照一群一个一个背给他, 他识别的力度是很完整的, OK, 所以像那种一群划分评论很重要, 中毒这种都很重要, 这些如果你都有了, 这些你都有了, 你再去快, 这都无所谓, 这都可以的, OK, 这都可以的, 所以记住啊, 快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 在我们进入语速快之前, 其实有很多的先决条件的, 对吧, 这些先决条件达到之后, 走快走快, 好, 这边, 呃, 什么网站是吧, 网站地址给大家好了, 我刚刚刚说到这了, 说到这就给大家行, 呃, let's see, 或者更好了, better, you know what, even better, I'm just gonna show you myself, 啊, 说你们,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嘛, 我们做一个实验, 看这个识别, 是不是究竟像我刚刚说的, 有, 看准不准了, 我把这个稍等一下, 我把我把手机拿过来, 给大家照一下那个, 那个, 比如说刚刚那个, 我先把那个屏幕切换过来, 网站是这个, 就是, 五个识别的这么一网站, 我先把那个屏幕照, 我先把那个, RA的文本拿下来, ok, 好, 我就拿着手机来读了, 我读一个, 比如说, 我先按照那个, 正常的标准来读, 大家可以听着,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of an absolute monarch, but he presented himself as the preserver of republican traditions, 他 treated the senate, or state council, with great respect, and was made council year after year, 好, 我就先读到这么多吧, 我先读到这么多,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of an absolute monarch, but he presented himself as a preserver of republican tradition, he treated the city council, ok, he treated, maybe that, he treated the city council with great respect, and was made council year after year, 这两个词翻译是一样的, concel, 跟我们刚刚那个, 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读特别快, 是一个什么体验,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of an absolute monarch, but he presented himself as a preserver of republican tradition, he treated the senate or state council with great respect, and was made council year after year, he successfully reduced the political republic, 我先读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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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前面, I got this was given the power of an absolute monarch, but he presented himself, 前面基本上就乱了, 是吧, 什么nursing council, 你发现这一遍的识别 明显没有刚刚那一遍 我这还算, 发音还算 比较正规的情况下, 发音还没有在 胡乱读的情况下, 能识别到这种程度, 如果你的速度比较快, 而且发音又不是很准的话, 这个识别度其实是很低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网站就在这里了, 你可以去, 就知道什么Google, 这个Chrome, Google Chrome的speech, 就这样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我之前可能我自己, 他可能还那个翻译识别的比较准, 我自己的体验, 跟学生的体验是, 有的人读着读着读着一半, 完全没有一群, 中间他就不停了, 中间他就识别不到, 这个他识别就断掉, OK, 这个我来讲一下, 这个我来讲一下, 不好意思啊, 各位刚刚掉线了, 所以你看录像的话, 没有miss掉什么东西, 没有miss掉什么东西, 30秒而已, 我们接着刚刚来讲, 这个RA, 我先来针对刚刚Sky的问题, 把发音说一下, 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存在普遍性的, 如果你有当中类似的问题的话, 改一下, 有则改是无则加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呢, 你看它跟什么单词长得很像, June,July,August,September, August, 跟August长得很像, 但这个词呢, 注意它的中音不一样, 中音符的后面的念作, Augu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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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那个, 做一个音节的区分, 就是这样, Augustus, Augustus, 它的意思呢, 是那个, 如果对历史感兴趣, 罗马帝国的, 罗马共和到罗马帝国的皇帝, 奥古斯都, 就是乌大威, 英文叫Octavius, 他是Augustus, 给他的一个尊臣, Augustus, 然后接下来, 我看来有问题的是, 第二行第一个单词, 第二行第一个单词叫什么, 我们来拼一下, Monarch, 这个R的卷舌印要做出来, Monarch, 这个CH在里发K的音, Mon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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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后面, 这个课不要发出来, Monarch, 如果他后面加一个Y的话, 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字, 加一个Y, 变成什么, 这个词本身意思是君主, 不好意思, Monarch, 就是国王或者皇帝, 君主, 那如果加一个Y的话, 意思变成君主制, 叫做Monarchy, 好吧, Monarchy, 像澳洲, 像英国, 像日本, 这种国家的政体叫什么, 叫做君主立宪, 宪法叫Constitution, 给他加一个AL, 变成形容词, Constitutional,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就是中文里的君主立宪, 宪法制的君主, 好,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单词, 刚刚Sky也读错了, But he presented himself, Presented, 这个词, 名前动后, 什么意思啊, 中医放在前面, Present, 礼物, 现在, Present, 中医放在后面, Present, Present, 意思是呢, 展现, 展现, He presented himself as the preserver, 现在给他词, Preserver, 保留者, 动词原型叫做 preserve, 保留, Preserver, 就留人了, 然后接下来一个, 刚刚Sky应该不是, 不是这个不会读, 而是比较着急读错了, 这也是我很强调的, 你语速一块容易犯的错误啊, 他刚刚读上, Publication, Publication, 你看到D个长得很像, Publication是出版物, 那这个里面叫什么, 我们看, Republican, Republican, 不同的语境下, 不同的意思, 那个R大写的话, 特指美国那个, 那个共和党, Donald Trump那个党, Donald Trump, Republican Party, 那小写的话, 就是共和的, Preserver of Republican Traditions,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来看, He treated the Senate, 注意 treated, 注意单词发音发准, Treat, Treated the Senate, Senate, 国会, 国会里面的上议院, 参议院, 当然这个里面, The Senate, 这个S大写的话, 特制古罗马说的元老院, He treated the Senate, or state council, 这个大家生活当中, 介绍预计的单词, 没有问题, 在澳洲生活, City Council, With great respect, and was made council, 对这两个字的发音, 这个是Council, Council, 最后面是Council, Council, 这个Council, 后面加Late, 觉得是什么, 领事馆, 如果你住在悉尼, 住在墨尔本, 这种非首都城市的话, 我们护照如果丢了, 去都不是Chinese Embassy, 不去中国大使馆, 去Chinese Consulate, 这个领事馆, 然后接下来, Successfully reduce the political power, Political, Political, 政治的, 像这种词, 刚刚提到了, 就是那种容易被读得很开的词, 有没有, 这个词就很容易被大家读成Political, He reduc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army, 你知道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低分特征, 然后我呢, 教给大家, How to turn a negative into positive, Right, This is all about, I'm all about this, Turning a positive, Sorry, Turning a negative into positive, 像Political, 这种词听起来, 感觉像是negative的词, 你把它连的紧凑一点, 给大家读成Political, Political, 所以就是, He successfully reduc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army, Political power, OK, 然后最后, 我刚刚还记得的是, Retire many soldiers, But giving them land or money, To keep their loyalty, Loyalty, Loyal是形容词叫做忠诚的, 然后加TY, 就变成名词Loyalty, OK, 好了, 那这是一个点讲完, 这几个字我们复习一下, Augustus, Monarch, Republican, Preserver, Presented, Council, Council, Political, Right, Loyalty, 其实我相信这些词, 如果你速度慢下来, 还是Sky, 我把Sky的语音打开好了, 变于通话, 如果你速度降下来的话, 其实是比较有利的, 就是比较容易让你听得, 就是能发清楚的, 好吧, 那这个, Unmute一下, Sky, 听得到吗, 喂, 听得到, 对, 就像我刚刚说, 如果你慢下来, 像Political这种词, 你是, 其实能发对的, Publican, 对吧, 嗯, 对, 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些的, 这些的错误改掉, 实际上刚刚你的发音呢, 就会好一点了, OK, 就会就会就会好一点了, 所以这里要注意, 咱们来, 一会再让你做一遍的时候, 就注意, 你稍微速度慢一点, 没关系, relax, 放松, 然后把这些能读对的词呢, 咱们一定要读对, 然后另外第二个点呢, 我们立刻可以揪一下, 就是刚刚的那个, 那个什么玩意儿, 中毒做的不是很明显, 中毒不是中毒啊, 是stress, 中阴, 中阴读出来, 这个具体怎么找中阴, 今天实在不够讲了, 具体我把所有的具体找东西动完, 咱们今天就别干别的, 我先简单画几个单词, 然后呢, 你来读一点就好了, 比如这个, 第一个单词, Augustus肯定要中毒的, Augustus名词, 被给予, 或者被给予, 无所谓啊, Augustus is given the powers, 我们先读到这里, 我们先读到这里, 一共就强调这三个词, 这三个词, 强调或中毒的方式, 多种多样, 你可以最简单的, 声音大一点都可以,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都可以, 你还可以怎么样, 举个例子, 你还可以像我们说, 拖音, 我管它叫撒娇音, 撒娇音就是怎么样啊,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given, 拉长一点, 也是中毒, 或者呢, 还可以像, 我是说美音的, American English, 美音里面一个特点, 它很多的识字, 很多的中毒的处理, 是往上扬,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不管你怎么样读, 甚至你看这个中毒前面, 可以稍微小, 停顿那么一切下都可以,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停顿那么一切下都可以, 不管怎么样, 你先把中毒给牵到出来, 所以Sky, 你再读一遍的时候, 读一遍的时候注意, 把这些词给它提前出来, 所以来一遍, 开始了, 我是只读这话的, 还是全读的? 对,读到 powers以后,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提前出来,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Good, 有了这个感觉之后, 我们往上标的, 好, 是吧, Absolute Monarch, Presented, Preserver, Republican, 一只读到的Traditions, 来试一下, 开始了,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of absolute monarchy, Monarch, Butt presented himself as a preserve of Republic traditions, OK, 再把这两个地方, 最后两个地方注重一下, 也就给了, Preserver Republican, 就很好了, 来,从巴士叫, Traditions再来一遍, Butt he presented himself as a preserver of Republic traditions, OK, Republican, OK, Republican, Republican traditions, 对, 这个感觉就怎么样了, 感觉就好一点了, Right, 这个就感觉好一点了, 所以, 接下来练的话, 把我今天讲的这种感觉找一找, 然后把它中毒出来, 中毒出来, 速度稍微放慢一点点, 好, 好, 我先这样, 回答一个问题, 回答几个大家的问题, 说拖音, 拖音的会不会有问题呢, 我来做个示范, 我来做个示范, 必须是没问题的, OK, 必须是没问题的, Political, Political, 图长了不是一样的吗, 我们来讲一下, He successfully reduc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army, by retiring many soldiers, 听出来了吗, 这个独长独短是相对的, 相对的, 不是说独长, Political power of the army, 不是的, 它是有一个比例的, 就是如果你, 它这个拖音不是说无限的拖音, 不是无限的撒娇, 而是针对你正常语速下, He successfully reduc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army, by retiring many soldiers, 这个是正常的, 如果是, He successfully reduc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army, by retiring many soldiers, 这也是变得正常了, Political power of the army, 拖音会不会影响发音, 长短音不分, 其实是不存在的, 其实是不存在的, 我再说一遍, 拖音不是指的任用无限的去拖, 相对的来讲, Augustus, 给来,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of an absolute monarch, 这是我放慢的, 放慢的版本, 考试的时候这个语速就过慢了, 这个语速就过慢了, 考试的时候这样就是,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of an absolute monarch, 这个可以, alright, 好, 我们后面还有题啊, 今天举手的人很多啊, no worries, no worries, 我们尽量我们commodate很多人, 要不这个题我再来一个吧, 这个题我再教一个人来读一下好了, 有没有人, 呃, 点我,点我,点我, OK,OK, wait,wait,wait, OK,wait,wait,wait, no worries, no worries, no worries, 我们来找, wait, 你看你跟我名字还差不多, I'm wager, you're way, so way的iPhone, alright, so, 喂, 能听到吗? 能 能听到, hello, good evening, 喂, 你好, 那你读之前, 按照我刚刚那个讲法, 众读都原来能读出来, 好不好? 好, 好, 那准备, 开始吧。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of an absolute monarch, but he represented himself as the preserver of Republican tradition. He treated the Senate, or state council, with great respect, and was made council year after year. He successfully reduc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army by retiring many soldiers, but giving them land or money to keep their loyalty. All right, 大家觉得读得怎么样, 读得怎么样, s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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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就是觉得的scare, scare, 再来一次了, 没问题啊, 很不错, 很不错, 这个, 这个, 喂, 是吧, 喂, 但是不错的话, 我稍微的鸡蛋里头挑个骨头, 好吧, 说一些, 我看到了一些问题, 让你的这个语音变得更好, OK, 还在线上吗, 我在, 不好意思, 没有互动, 我以为, 我以为, 有的时候, 我能听出来, 你对于一些词的处理, 其实非常好, 而且有非常native的感觉, 但有的时候, 有一些地方, 是处理稍微过猛一点点, 比如说, 我听到那个absolute, 在哪里, as the absolute, 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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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olute, 你刚才说, 稍微有点过猛了, 你可以之后在, 我刚刚没有录音了, 但是你可以, 如果明天有, 我们有视频放出来的话, 你可以听一下, 你说的这个absolute已经是, 就是, 就是pronunciation was a little bit off, 就是已经不是很准了, 但是呢, 我能感觉到, 你是想, 你是想, 尽量把它读准那种感觉, 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有点过猛了, 所以你可以放松一点, relax, 比如说来一句, Augustus,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of an absolute monarch, 再来放松来一遍,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of an absolute monarch, 就很好, absolute, 最后这帮我一个忙, do me a favor, 把这个T不要发得很明显, 不要发成absolute monarch, 这个T发得比较很明显, 变成absolute monarch, hey, absolute monarch, 这个T就基本上, 我给你讲, 这个T属于, 我们嘴形做出来, 口形做出来, 但是呢, 音不给它走出来这种感觉, absolute, 这个T就不要发出来, absolute monarch, 来一遍,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of an absolute monarch, hey,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you know what I mean, yeah, 这样的去练, 口语, 我最后是帮你再继续优化了, 帮你再继续打磨, polish, 慢慢慢慢, 所以, 已经很好了, 就帮你再上一层楼了, alright, administrator, 有的女生感情好不好, 有的人说不要有感情, 平的度, 啊, 这个东西看你怎么理解了, 如果你的, 如果你对于, 如果你对于, 感情的色彩是,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of an absolute monarch, but he presented himself as the preserver of republican traditions, he treated the senate, a state council with great respect, and was made council year after year, 我不用去多讲, 自己去做一下模考试一遍, 这是不高的文说, alright, this is not very good, this is not very good, 这个借户于, 借户于什么什么之姜, 如果你的感情, 我懂你的意思啊, Rui, 如果你的感情太重,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of an absolute monarch, but he presented himself as the preserver of republican traditions, 哇, 这个也太夸张了, 这个也不可能, 这个也不可能, 借户于一个点, 其实刚刚像, 刚刚叫什么, Way, 他的这个感觉其实差不多了, 其实就这一集,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把他的这个音呢, 就刚刚个别的几个词, 用力过猛的收回来, 现在一改立刻就好了, Augustus was given the powers of an absolute monarch, 这就没问题, 像刚刚他用力过猛, Way还在线上吗? 在在在, 我不得说话, sorry, 刚还有一个用力过猛的, 就那个respect, with great respect, 在这些中读中读你做出来, 但是你也是发音乐规短过猛, 听得不是很准的, with state counsel, with great respect, and with made counsel year after year, 来从这里看一下, 来从这里看一下, state counsel, with great respect, 放松, respect, 第二句吗? 从这里听就可以了, or state counsel, or state counsel, with great respect, 可以, 这就好了, with great respect, and with made counsel year after year, 就是很自然, 放松, 你读的时候有没有很放松? 没有, 所以, 这也是relax, 反正不需要绷着你自己, 你知道能力有了, 实力有了, 不需要特别特别紧缸的自己, ok?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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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说难度很, 人们体肤比较大, 所以说有一个度很难去balance, 其实也不会了, 练习到一定程度, 难道让我听了, 其实, 练习到一定程度, 会找到一个适当的, 适当的这样的一个度, 只要一个好的话, 复制, 拿去复制100多道题, 状态有了, 考虑就没问题, 刚刚我看到的一个一直在说, 举手举手举手, 叫TG, TG, 下一个题, 我们今天好多题呢, 又一辈好多题, 六个题, 每个题, 我们都早上来读一下, 所以时间也是, 本来是预定到十点, 但是你看, 十点已经到了, 但是I'm going to still be here, I'm going to still be here, 我就像开直播一样, 我们是直播一样, 但是大家主要粉丝不掉线, 主播永远在线上, Air, 请问T在最后, 都是只有口径不发音吗, 不是, 这是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了, 如果是施暴的话, 动场都是那样, 但不是说所有的那样, Rai, 之后可以算你一个, 来, 大家看一下这道题, vanilla, vanilla, 香草, 这个题也是, 我认为, 我自己认为, 生词稍微比较多的一个题, 考试之后呢, 可能会, 让大家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呃, 等会儿等人来说一下吧, OK, LEPAD, 这个我们还是按照, 我看一下时间的时间轴啊, 最早举手的这个, 这个题, 呃, 我们看一下, 刚刚TG, TG, 然后举了两次手, 我看到了, 然后, 然后, 对, 然后有Cherry, Chan, 然后有瑞瑞, 有很多人, All right, TG, 这个三次, 先这次就先给TG, 好吧, 之后我尽量, 我尽量, accommodate大家, OK, 如果, 如果, 时间不行, 我就是, 嗓子一会儿就冒烟了, 那就, 请大家谅解一下, 其实我嗓子还蛮疼的, 我这, 就放了这个, 澳洲那个神器, 可以喷嗓子了, 这样的话会舒服一点, All right, 来, 这个题, 我先让TG来练, 来, 直接TG来练, 我把你的那个麦克风打开, 做一下这个题, 没能听到吗, TG, 可以, 可以听到, 我听到, 你已经被接入我们的直播间了, 你好, 你好, 我们就突然就换题了, 我们改成一个夜话节目, 来, 欢迎这一位期间打电热线的热线听众, 所以这道题, 你先来做一下, 我们也来检测一下, OK, 准备开始吧, 还没有熟悉, 那就先开始吧, OK, The uniquely scented flavor of vanilla is second only to chocolate in popularity on the world's palate, It is also the second most expensive spice after suffering, but highly labor intensive cultivation methods and the plant temperamental life cycle and propagation mean production on global scale is struggling to keep up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the product, OK, 还不错的, 基本上绝大多数的词读出来了, 但是问题也是存在的, 我是, 我们时间比较, 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就直接讲问题了, OK, 一般我都先夸一下, 一般我都会先夸一下, 然后讲问题了, 现在, 一般我来明, 一般我来明, 我们主要有点讲问题, OK, 首先, 这一个题本身啊, 它的一个难度在于哪里呢, 它难度在于断句, 断句, 有没有, 你从这个第二句开始, 从这里, 哇, 这个光标翻过来啊, 这个, 你从这里, but, but, but highly labor intensive cultivation methods and the plants temperamental life cycle, 读得好累啊, and propagation, 几个主语啊, 几个主语啊, 我们说有三个, highly labor intensive cultivation, cultivation什么意思啊, 种植有没有, 种植, 然后呢, 呃, 这个就叫做, temperemental life cycle, life cycle, propagation, propagation指的是繁殖的意思, 把这个词间, 音线就一下, propagation, 遇到这种TLN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TLN,SLN, 众因永远跟在TLN什么什么神之前, 所以在这, propagation, 读快一点, 就是propagation, ok, propagation, 好, 呃, 那么这样以后啊, propagation, 那这样以后呢, 呃, 我们说, 这个三次先搞定了,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句子, 我们说三个主语, 三个主语完了之后, 你在美语之前, 停那么一下下, 感觉好很多, 就是, highly intensive cultivation methods, 但是and也要, 这个地方因为它比较长, and你可以稍微传口气, and也可以给大家下, a highly labor intensive cultivation methods, and the plant's temperamental life cycle, and propagation, mean production on a global scale, is struggling, 你发现停一下之后, 特别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呃, tg, 换气了就有气, 换气之后, 下一个词是什么, 动词, 动词, 要不要中毒, 呃, 要, 要中毒, 而你发现, 你停一下之后, 如果第二个词就是中毒, 这个中毒, 你会不会做得很自然, 嗯, 对, 对吧, 因为你前面已经停了一下, 不管停的多短, 那多短都是停, 停了一下之后, 你再起来一下的时候, 那这个中毒的感觉就比较明显, 因为我们说中毒清毒本身也就是一高一滴, 一高一滴这种感觉, 对吧, 嗯, the life cycle, life cycle and propagation mean production, propagation, 停, mean production, 这个 mean, 一下就中毒, 嗯, 有没有感觉,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来读一遍, 从 highly, highly labor到这个地方, 把这个停顿一下, 就是再, 我跟你表情说, 不好意思啊, 这里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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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一下, OK, 开始, but highly labor intensive cultivation methods, and the plant temperamental life cycle and propagation mean production on a global scale is struggling, it's struggling, it's struggling, 但你觉得有没有感觉到, 在命前面停, 你看可能稍微停了之后有一点点长了, 但是停了再短一点, 这个 mean的感觉就很自然了, 嗯, 因为有遇到过这种就是动词, 就很长的主语, 然后换气还挺好, 并不是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只停顿跟中读啊, 我们说有很多很多情况, 很多很多情况, 但是这是一个, 我把这个题拿出来做, 想说的就是这个点, 这是我们在, 你真正在读RA的时候, RA有40秒准备时间, 这些都是必须你融入到你的技巧当中去的, 明白吗, 都是在RA40秒当中打进去的, 你才会在读的时候把它放出来, 这个题不是最新提醒, 这个题我在8月份就见过了, 但是我总是, 我从8月份见过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题, 因为想拿出来说的话, 因为声词比较多, 这个题大家看到, 声词比较多, 第二个的话呢, 它因为有这个停顿, 所以我比较喜欢拿来讲一下, 然后发音的话, 简单来说一下, 刚刚TG的发音其实很不错, 最大多数都发的还行, 不是, 都不错啊, 个别声音还行, 差一点点, 我来说一下, 前面 uniquely, 没问题, scented, 带着气味的, scented, vanilla, vanilla, 不要发生vanilla, 这个一定发生vanilla, 不是w, 不要发生vanilla, 你会发生vanilla, vanilla, 很没错啊, vanilla, what's your favorite ice cream flavor, vanilla, vanilla, is second only to chocolate, chocolate, 刚刚你的这个chocolate处理上, 没有特别的, 就地头, 我可以放你揪一下, chocolate, 中间放到第一个音, 后面的那个音节很快的, chocolate, chocolate, ay, there you go, second only to chocolate, in popularity, 哪一边, the second only to chocolate, in popularity, yeah, yeah, 当然我快乐, 我们说这个, 声音突然大一点, 你放自然一点, 就是, the uniquely sentient flavor, vanilla is second only to chocolate, in popularity, on the world's palate, so, chocolate, 是动词, 是吧, 不是, chocolate, 怎么能动词呢, only to chocolate, ok, 这个是这个借词嘛, 我把这个结构来讲一下, second to, 是什么意思啊, the second, vanilla is second only to chocolate, in popularity, 在 popularity, 在这里在流行程度上, vanilla排第二, 仅次于, compared to chocolate, chocolate, 不可能, 不是动词的, ok, 不如, 不如, 或者仅次于, 排第二位, second to somebody, second to something, second to something, alright, 然后呢, 接下来还有一个字, 这个字读得很重要, spice, spice, 香料, 香料, 然后加上这个, 可能一般人, 一般大家不是很熟, 但是考试的时候, 拼出来就可以了, sah, f, 两个音节而已, sah, sah, 后面, f, ro, from, sah, from, 喝一句, sah,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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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那个, 藏红花, 嗯, 藏红花, 你知道不知道, 无所谓, 你只要音发出来, 就可以了, sah,from, 然后呢, highly labor intensive cultivation, cultivation, 这都是我说的, 刚刚刚刚才提到的, 这个, 这个点, 你需要把它的音节, 点击一点, cultivation, intensive cultivation, mess, cultivation, 下来这个男子, 刚刚你发对了, tempere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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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 呃, 什么意思呢, 亦怒的, 非常容易改变的, 是吧, 容易发飙的, temperemental, 可以形容人, 也可以形容物, 在这里面, 它是相当于你人了, 是吧, 如果某个人喜怒无常, 非常的, 喜怒无常, 是temperemental, temperemental, 然后propagation, propagation, 动词propagate, 繁殖, 繁衍, propagation, 呃, 对, increasing demand, 所以这个, 这个图的总体还是不错的, 不错的, 但我说重点在于, 一发音, 第二个, 节奏划分, 当你把节奏划分了之后, 它的这些重音, 才会比较自然的发出来,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all right,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今天的人的确比较多, 所以, 呃, 可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呃, 有人想请我示范一下, 是吧, 我示范要花钱的, 所以大家把礼物发起来, just kidding, all right, 那我来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这个地方, 有人让我讲示范, 就是从, but highly, OK, but highly labor-intensive cultivation methods, and plant's temperamental life cycle, and propagation, mean production on a global scale, is struggling to keep up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the product, OK, 这是我的示范, 好, 下一个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arbon dioxide, 病毒师能说一个特别难的题, 但有一两个字, 发音不是, 这个音的发音不是很容易, 你要注意一下, 来, 这个题, 现在立刻来抢, 现在立刻来抢, 谁现在打一, 我可以立刻叫谁啊, 就直接来第一了, OK, OK, 看到了, 看到了, 已经看到了, mini S, 这样才公平一点啊, 因为每个题, 我们时间不多, 就每个题, 每个题换啊, 如果今天没机会, 不要紧, 大家如果喜欢听, 我就来讲啊, 以后我们弄一个定期直播都可以, 对吧, 以后我们的老板还在这, Terry, Terry, 我们以后弄定期直播好不好, 我现在就跟他定了, 我们以后弄定期直播好不好, 可以, 他说可以了, 老板发话了, OK, 我们又弄定期直播了, 各位, 所以今天没有练完的人呢, 没有关系, 我们之后可以来一起来做, 那我们接着来啊, 刚刚是说是mini, 是吧, mini S, 给大家30秒时间, 时间有限, 30秒时间很快的看一下, 很快的来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好吧, 先看一下, 我们来开始吧, 我们来开始吧, mini S, 听女生好像也是, 听名为好像也是个女生, let's see, hello, 能听到吗, mini S, hello, 老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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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一点, 那准备好了吗, 我好紧张啊, 我现在跳得好快, 不用紧张, 第一次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是吧, 欢迎下一位打进热线的观众, 我们已经进来了, 这个题刚刚其实前面讲了两个题呢, 你给你多少铺一点路了, 铺路的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些重点的诗词都给它找到, 诗词的话, 比如说像, 比如说看你之前, 我先简单提示一下, 像这种, Countrys要不要这么读, 要, 要, 很好, 回答正确, 要, 所以你读的感觉, 你可以就是说了多种各样的方法, 你可以把语要稍微往上一点, 当然你可以往下压, 没问题, when countries, when countries assess, 我的英英说的不好, British English, 但是你要说, 英国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when countries assess their any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hey count up their cars and power stations, 对吧, 就这种感觉, 强调的点多种多样, 还是那句话, 强调的点多种多样, 目的是你能把它强调的感觉做出来, stress做出来就可以了, 好的, 所以, 像 countries assess也可以, 但是两个诗词在一起的时候, 像这种都叫诗词, 零词跟动词在一起, 诗词在一起的话, 你签到一个就行啊, when countries assess their annual, 强调一下,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可以来一下, 对吧, 这个也是可以比较灵活, 可以调节的, 重点是能体现个别的就行, 好, 准备好, 就开始吧, 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来讲一下, 是因为诗词的, 两个月视频要开始, 现在私人认为, 来讲一下, 在诗词中, 分析的机会, 在公司上的数据合物产生, 这种, 在更多的原因, 在诗词中, 诗词中之间, 分析的, 分析的, 分析上的节省, 我们把这些俗套就跳过了啊,我就先不夸你了,我觉得一般我会都夸你了,很好啊,老师我心脏都跳到120了,哈哈哈,没关系,我讲完之后你就跳到140的,just kidding,alright,我们先来说一下,其实我个人感觉读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分层,从这个地方,我刚自己做到,从这里读到这里,还是很不错的,ok,you're with me,从这里我觉得你的状态还可以, when countries assess their annu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they count up their cars and power stations,啊,然后呢,首先就一个音,大家一起来看啊,这个词稍微的有一点点神奇,它一个相当于浊化了,有一个相当于Z的音在里面,它叫做Presumably,Presumably, Presumably, yeah,Presumably,Presumably, right,就是Presumably because,什么什么,alright,但是从这个开始以后,发现一个小问题啊,就这一句的节奏稍微有一点点忘了, Presumably because,Presumably because they're deemed to be with human control,这一句话是有点问题,然后呢,再接下来,You know,Australia,在澳洲,Victoria Long sees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我们考你一个小点,Along在这里面,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自己。 папzi哎,单单,有一点稳微的考的。Australia Long sees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hectares,hectare,hatare,hectares,嗯,hectares啊!这个叫做公顷,工顷啊。但是呢,你看后面是什么词啊? gurn.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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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在这里做什么?诶,名词还是动词啊?嗯,就是他应该是形容词吧? 不式形容词. employer worldmax бан 등 我刚刚就给你两个选项 你说这第三个选项来 我给你两个选项 它是名词还是动词 我从反应过来 这个跳出 这个跳出 动词 名词 不好意思 全是打动词的 刚刚有人误导我 打动词的人 注意 名词 它前面的动词已经有了 along seas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hectares burn each year 这个burn在这里面做名词 就指的是烧火 每年烧这么多公顷 如果它是动词的话 不可以直接跟到 那个seas之后呢 一般情况下 口语里面可以 口语里面可以 咱们讲清 不然的话大家太专了 讲口语里面可以的 一般的话 这个书信书面也不用 所以不管 但是不管名词 不管是名词动词也罢 它是实词而中读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基本上 不会做那么明显的停顿 好 因为这样子 in australia victoria long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hectares burn each year 你可以在burn后面来一下 因为我刚刚在读那个hectares 我觉得自己读错了 然后脑子反映了一下 后面会跟上 ok 正常 一般情况都是这个 一个地方觉得有问题了 后面会带出来的 See someone I think is doing something I see someone doing it 因为在这个里面 它实际上是那种 专门的那种烧火 在这里面 就是那种烧火 就是大草原的那种 so 所以这个地方重点是这样 强调肯定是要有的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 hectares可以 就稍微弱化一点 burn 你可以强调起来 Victoria long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hectares burn each year ok 然后呢 我觉得前面后面都没问题 然后最后就这个 这个最后这个音 这个怎么读 million million 你去跟Siri讲 看Siri能不能识别你的million 我读五毛 不太容易识别 来我问你 我问你 mini 记得名字 mini 牛奶怎么说 milk 把磕去掉 把前面那个milk留下来 然后把milk放在这个上面 连起来怎么读 million there you go 就音就是这样子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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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读成大米的米 不是million啊 不是million 前面有个l看到没有 有 有个l的感觉要读出来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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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科学 milk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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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million hectares one million hectares 很好 来最后把这个音就把中间就刚刚附的问题改一下啊 就是presumably because there are deemed to be this 我们来找一下中毒来从这个地方你告诉我哪些诗词的地方需要中毒的 开始从presumably deemed presumably because they're deemed 很好 deemed的为什么要中毒原因 感觉 感觉 that's the best that's the best kind of non-answer we've ever heard that's the best of non-answer 不是感觉啊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句子当中明显带有实际的感情色彩的 也实际的明显实际有实际意义的词嘛 对 位语是are 位语是are 连到一起aredeemed 但是are的话 单独拿出来 我说必动词不会中毒 从来不会中毒 是吧 有人上班就了 O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拜拜 天下明 有人走了 我们接着说 你明天记着看视频 have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actors per each year 我说了 我说了 oh对 deemed 所以你在这个前道的地方 Presumably because they're deemed to be deemed的中毒 to be怎么样 要弱度 对 deemed to be什么 接下来再一个中毒的死有哪个 beyond events events to be events beyond to be control beyond to be control 原则上 你中毒哪一个都可以 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不是说 只中毒是词 或只中毒语法词 有的时候你中毒 某些词会强调 对它一个意思上的强调 对吧 比如说你要讲到beyond 就是beyond to be beyond human control 超过人们控制 你想去强调 超过这个概念的话 那就中毒 但是考试上 如果考试上 如果没有特别的语境 没有特别的语境 我跟大家说 rule of thumb 就是直接的判断原则 主要就是中毒诗词 这个语法词 那么轻读 好 对吧 来试一下 这个beyond 来把这个第三个解决一下 就好了 从presumably读到 读到control开始 Persumably because they are deemed to be events that beyond human control 我加了个that 稍微 稍微长了 用力了一点点 来跟我读 because they're deemed to be events deemed to be events because they're deemed to be events because they're deemed to be events 很好 跟我连读之后 跟我更读之后 一定可以发到90 来 Persumably because they're deemed to be events beyond human control 来边 Persumably because they're deemed to be events beyond human control perfect all right perfect thank you so much 感觉找到 谢谢老师 好 没问题 all right 所以这个先mute easy 我们来看下一个题 下一个题 这个题是一个很老的题了 但是最近考试又出来了 瑞瑞 ok 到你了 到你了 我先把你的打开 其他人就不用抢了 你应该已经有人 有人这个先 先这种 的确是很那个什么的 很激动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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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终于遇到一位男生了 你好你好 好 怎么生忽 oh wait 啊 just kidding 没按照 没按照 不然套不出来了 Ricky Ricky how you doing man how you doing Ricky thank you for calling tonight 我们变成一张 thank you 我们变成一张夜间的DJ 夜间的radio show thank you Ricky for calling in how can I help you all right Ricky 这个这个题 有没有见过 见过啊 好 那首先跟大家 如果你们 你们一能说对的话 这个词怎么怎么读 lethargy 非常好 lethargy lethargy 这个th要咬住你的牙齿 不是咬住你的舌头啊 咬住舌头 舌头放在牙中间 lethargy here you go 那把它变成形容词怎么读 知道吗 哪一个 把它变成形容词 lethargy什么意思啊 lethargy什么意思啊 呃 我好像 我想想 对lethargy 我好像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突然 困了 昏睡 就是 就是昏睡嘛 来 对对对 是是是 变成形容词 形容词怎么读 中英文后面移一下 letha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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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特别把Y给成IC吗 对吗 不是不是 对对对对 把Y给成IC 就是lethargy lethargy ok 好 那这是个外补充的 通常出到这个词的时候 他跟大家来补充一下 多讲一句 他喜欢跟另外一个词 同时连用 就是叫fatigue 我这个好像在坐飞机经常碰到 嘿 变了个标对吧 疲惫 疲惫 就是疲惫 疲倦 喂 喂 能听到吗 能听到吗 那来 这个 背景讲完了 我们来直接看这个题 这个题准备好了 我们就开始读一遍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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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Jamie in his landmark account membranes over 20 years ago the author argued that ignorance and theorists of the poor and direct result of the whole situa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omination by being kept in a situation in which critical awareness and response are particularly impossible the disadvantages are kept is submerged okay I know you nervous I can tell you, but no, that's okay, that's okay, we all get nervous, we all get nervous sometimes, right, that's okay. 来,我先说一下问题,我先说一下问题,发音,或者比发音更大的问题, 我今天如果是紧张加快的,那无所谓,但是平时如果这个语速,那就是你着急了, OK,如果你平时练习的话,这个语速你要改,这个太着急了, 因为你着急的话,把很多你能发现的词盖住了,因首先识别不了, 再试一遍,再试一遍,老师可以了,已经试一遍,加微信之后,最后聊,最后聊了, 我先说问题,因为你说太快的话,很多的真的发音就被盖住了, 发音识别不到,你的分数肯定就往下走,OK,然后其次, 我的理念是,你再加微信,就是有之后扫我们二维码, 扫我们二维码,给加微信朋友来辅导你, 加微信,不是,加那个什么,我现在不加个人微信了, 我现在不是登岚,我是PT,那个大奥PT,墨尔本的, 墨尔本的,你要想来找我,可以来我们上去找我啊, 我们在那个,那个什么,2Colin Street, Colin Street跟Spring Street交口那个地方, let's get back to question,那个咯, 瑞瑞还在,Ricky还在, 那如果一定要卖下来,卖下来的话可以在我们现有的 Marina celular上, mensale的添加一些高科龙答案的高科杨特ー中取, OK 比如说什么高分答案当中 来 先给我揪一个音 Landmark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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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ing 你可以读account跟account 其实都可以 有的人会对那个count 偶尔会加一下 Account跟account都行 但是你刚刚读的肯定是错的 你再读一遍 In his landmark account 不是account 不是account Account Account 记住我的翻译 往上扬一点 In his landmark account In his landmark account 来给我发 Account Account Landmark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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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landmark account Landmark account 好一点 Landmark account 然后呢 In his landmark account First published 来都一边 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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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20 years ago The author argues 这个地方都没有问题 这个单词来读一下 它中音在前面 Ignorance Ignorance No, no, no Ignorance Ignorance 中音一定在前面 Igno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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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uble confirm Igno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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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去查字典 Ignorance 中音在 中音在 Ignorance And 什么 Lathurgy Lathurgy 好 现在来咱们放松 咱们去读读 从这儿开始就可以了 这是最关键的地方了 从这儿读读 我先跟我读 把音都找准 这儿读读读usta ор安 好 kas 做快地 YES 你平息 喔 好 好啦 你稍微 我肯定 好。好,好吧。 好。 放慢一点。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gnorance and lethargy of the poor 是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gnorance and lethargy of the poor are the direct result 的。 你能听到你语音当中有这种高低起伏吗? 我感觉应该有吧, 因为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说句了什么。 对,就这个地方 我再给你一点意识提醒 咱们这样来读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gnorance and the lethargy of the poor 来就读到这里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gnorance and the lethargy of the poor 诶,感觉怎么样? 这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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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ccount Account都可以 美国人会读Account 美国人会读Account to be honest 他在YouTube上找一些音频啊什么的 Bank account 但是Account完全OK 这刚刚回到Ricky 所以从这个地方前面读的这个结构 你只要把起伏都搞定了 然后到那个二之前提论一下 会很自然 然后呢二后面你要前调谁 那二后面 对 Result Direct result Direct result Direct result of the whole Direct result of the whole situation of economic 投资 Economic Economic Social 있고 of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enomination. 试试 The authors accuse that ignorance and lethargy of the poor are directly resolved in the whole situa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omination. 好,有几个问题改一下啊, 你距离高分的翻译就差了几个点, 来记一下, 这种反击,像这种我说过了, 你还是错,这是很正常的提前啊, 拜托,很正常提前。 今天晚上回去练两遍, 明天早吃饭的时候, 只要你现在在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这个词怎么发言, political。 把那个lid发重一点, 前面和后面发轻一点, political。 然后呢,这个that, 这个that后面看到的接着是the,对不对? 哦,应该读the。 不是,不是,不是,把这个t就去掉了, 基本上不多, argues that the ignorance and lethargy. 来边。 argues that the ignorance and lethargy. 这个就自然了很多啊。 这个就自然了很多啊。 今天回去记住两个单词就可以, 今天就可以睡觉了啊。 ignore 跟 political。 说政治。 《political》。 许乃? 跟 political。 许乃? 许乃? 许乃。 许乃! 许乃。 许乃。 写下,写下! 一,二,三! 还有啥来着,还有啥,我看你还发错了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capped capped capped 不是,不是capped capped 应该是哪一个 capped capped keep,capped keep,capped 这四个,你今天先就这四个就可以了 我说了,consistently good,不要inconsistently perfect 所以,今天,记住这四个发音音才可以睡觉 OK Thank you Thank you No worries man,no worries Thank you Alright,我们接着来看时间 还有 有人说,that是不是要停读一下 和that,后面一块读 我看一下这个that 我觉得,that不是绝大读 分情况 因为那个t要不要分情况 因为那个要施暴 The author,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gnorance 我是这样的 The author,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gnorance and lethargy 因为后面是整个一个句子 当然,如果你往前面读,可不可以 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你把that 前面停读一下,可不可以呢 其实差不多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gnorance and lethargy of the poor 也行 重点是什么 重点你是得会中毒 他只是说中毒前半不一样而已 左边二维码 墨尔本就是老师的微信 真的吗?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么厉害 我看看啊,扫一下是不是我 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不是是不是你加吧 没问题是我们的那个什么 官方账号 大家加那个,没问题 前面如果你在悉尼的话 扫悉尼的码 在阿德扫阿德的码 这个就会更方便一点 更方便帮到你 好,我们还有 应该有两个题吧 OK,两个题 好,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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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刚刚是谁 我看第一个 Lenovo 不好意思 其实Lenovo提前我刚刚看到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 人多上课的时候 都是这样啊 所以我很理解 没有大家 没关系 我就刚刚跟Terry 跟我们老板商量 是吧 只要大家乐意 我们 ongoing process 大家说好不好 我们说 我们每天 我们每周做一次直播 大家好不好 每周做一次直播 一个人相应 一个人 两个人说好 OK 没有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之前这个不是营销 这个不是我们的marketing 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说 如果大家愿意 如果大家愿意 是吧 我变成跟那个什么事呢 我变成 我不知道大家谁在看新闻 跟台湾人的选举 跟选举一样 后转人 大家说好不好 OK 好 那我们来 再看下一个 再看下一个 Japanese Tea Ceremony Japanese Tea Ceremony 不是 Ceremony 发错了 Japanese Tea Ceremony 刚刚是Lenovo 所以我刚刚说Lenovo 来我把你的这个打开 联想东西 Hello Lenovo Hello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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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nis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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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imon Simon OK 这个题有没有见过 见过 OK 你的名字怎么听啊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开始读一下 可以了吗 OK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 Is a racial influenced by Buddhism In which green tea is prepared And served to a small group of guests In a peaceful setting The ceremony can take as long as hours And there are many traditional gestures That both the server and the guest must perform All right 直接手刀并出并讲问题 你属于 发音基础其实不错的 主要的音都能读对 可是呢 吊是平的 也就是说 在直摘一点 没有重度跟精度 明白我意思吗 也就是如果给你做一条声波音波的处理 你会发现那些音波 是看不到一个什么 就是峰值啊 这类的顶峰什么 看不到很平的一个感觉 嗯 目前对于考试来说 是不行的 一个考试不被考试接受的 基本上不被考试接受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 我们需要来 有一个起伏不定的感觉 很快的来救一下 我现在这个Japanese Japanese Japanese中音中音放在前面 中音放在前面 不是Japanese 中音 日本的 中音 日本的 好 我现在给你标出来 标出来 然后我立刻赶出来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 is a ratio influenced by Buddhism 我们就读了这几个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 is a ratio influenced by Buddhism in which green tea is prepared and served 就读到这里好不好 I know 我的这个 画得很拙劣的 很拙劣的 慢一点 慢一点 这个一定在慢语速 一开始一定在很慢的语速 才能实现下来 才能实现的啊 所以Slow down 我们来一遍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 is a ratio influenced by Buddhism in which green tea is prepared to serve and served 哎 有没有自己自己有没有感觉 嗯 感觉有没有好一点 就是这个语音 好一些 对吧 这比你上一遍其实 要很明显的 神山说 有人说666 神山说666 不是吧 这确实很6 你一开始 其实自动发清楚发准的情况下 但是你没有中毒 就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你接下来 其实我给你一个比较极端的练习方法 比较极端方法 你把这个中毒啊 自己先去找诗词啊 这句子当中 你去带有十几亿的词 给它比较夸张的形式读出来 越夸张越好 第一步 step one 最夸张越好 你甚至可以读到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 is a ritual influenced by Buddhism in which green tea is prepared and served 要不要这样来试一遍 逃出你的 comfort zone 跟我来试一遍 开始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 is a ritual influenced by Buddhism in which green tea is prepared and served to a small group of guests 很好 然后我们再看后面了 to a small group of guests in a peaceful setting 对吧 然后 a ceremony can take up to can take as long as hours and there are many traditional gestures that both the server and the guest must perform 然后这大概这样单译 Bose the server and the guest must perform 就这样 读一遍 从这个 small开始 从这个 small group 嗯 a small group of guests in a peaceful setting the ceremony can take as long as hours the ceremony can take as long as hours and there are many traditional gestures that both the server and the guest must perform 好 感觉 有没有区别 跟第一边多 对 有区别 alright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好 这是一个方向 alright 还有再来一个题 alright 没关系 没关系 如果这个地方没来得及的话 之后下一周 我们还有吧 还有这句的这种 真谛 这种 在线的 直播 session 给大家练习 呃 我们先说一下最后的课程 啊 课程介绍 我给留给大家 我再留一会儿留半个小时 20分钟半个小时让大家练习啊 或者是Q&A 我们课程是这样 有这种实体的宝货班 如果你在这三个城市 摩尔本 悉尼 还有阿德莱德呢 你可以来我们的这个机房 直接参加这种宝货班 那这个设置 我们早上有课程 就早上我讲课 然后下午直接就 我盯着你练 哈哈 就刚刚我听到有人在偷 有人在说自己在偷懒啊 那我们可能 你可以来试一下 早上上完三个小时课 然后下午呢 或者周末班 上班族的话 就是早上上课 然后下午练习 这样子 呃 课后我们有系统 所有的真谛 内部真谛 内部的基金 都是在我们的系统里 呃 我们每一个人会有这个 个独立的账号啊 之后会有 然后会有一对一的反馈 反馈 所以不用着急 如果最近期末考试嘛 如果你周内上不了的话 我们还有周末 反正是滚动开的 反正是滚动开的 那些所有的基金啊 包括资料啊 全部送你 呃 the best part the best part in my opinion 啊 purs不要哭不要哭 两周之后purs 我们的消息就开起来了 no worries 如果你想见我的话 我可以飞到purs去 哈哈 然后接下来 就有两个人 如果你有两个人以上的话 两个人报名 立刻减100块 ok 所以一个人报名的话 899 如果大家可以在群里面 互相加一加微信 两个人以上 各减100刀 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一个 一直 悉尼 墨尔本 还有阿德莱德都有的课程 然后除此以外 接下来 big news 我自己的课程 哎 我自己的VIP 所有口语要过6 要过7 过8的人 而且你又在墨尔本的话 yeah lucky you lucky you 如果你要在墨尔本 然后口语要上7 或要上8的话 接下来我开始推出 我的宝库VIP继续营了 小班克 VIP 小班克 只有四个人而已 只有四个人 两天搞定 就是说这个只限于考过的人 只限于考过的人 如果你刚进入PTE的人 don't do this 考过PTE的人 也是所有的问题 两个 两天 一共十个小时 我每天 也是非常非常intensive的课程 从早到 从下午1点吧 到晚上的那个6点 十个小时 讲完 第二天可以在我们的机房里练 也是我也是全程带的 所以像这种救音啊 立刻的救音 还有说立刻的反馈 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 目前这第一周在墨尔本 在墨尔本 如果你在悉尼 或者在其他城市的话 可以去 他们之后会开了 他们之后会开 但是第一周我在墨尔本 会有 这个平时跟周末都有 因为只有两天 我们是滚动的 所以如果 我们第一期课是安排到什么时候 是下 这周 这周内就会有 这周内就会有 六十五的 就是优开六十五的保护班 一开七十九的保护班 我们是分开的 分开 所以随时 如果你需要的话 just let me know 但现在仅限于墨尔本 之后的话 悉尼跟阿德莱德 还有其他城市 我们会开 两个小时的精品 精奖 在我们机房联系 我会盯着的 我每天在这边 早上讲完课 下午我这边盯着陪你练 最后一个 我们还有网络直播客 也是针对于七炸 跟八炸的人分开的 这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让你用机房练习了 但是没关系 会有微信群 也没有班主任的 班主任会催你交作业 然后打卡的反馈 老师给你的这个作业反馈 也是一并有的 基金这些 absolutely 都会带到 两个人报名 立刻捡五十刀 OK fifty dollars off and two people come together 保护班 talk to me 我们有不同的保护机制 保护机制啊 所有的保护 我不会就是简单来做成一个说 简单做成一个说 你没有过在上一次 我们要比这个要 要比这个还要 serious一点 I treat this extremely serious I treat this extremely serious 所以保护的话 我通过率是很高的 alright 如果保护的话 真的要你过 但前提是 大家都配合 这样子 alright 今天的时间真的是很晚了 所以非常非常 谢谢大家 我们第一次的直播 都这么给力 所以 thank you guys so much thank you guys so much really and I'm really sorry 呃 这些没有没有来上 没有刚刚机会 给到大家练习的人 我们下后 之后还有机会 OK 呃 这是考试的耳机 耳机的位置 两个地方可以推荐 一个呢 在你的鼻子大概一直到两指之间 大概就这样的位置 就你的鼻子鼻间一直到两指 这样子 要不然就是往下 直接放到下巴上 这边都可以 我自己其实上课 我自己其实是会放到上面 这样子 考试的时候 alright 这样是 没有图像吗 其他人都OK吗 其他人都OK吗 alright cool 我一个一个问题来说吧 模板的话找队长要 对的 模板找队长要 直播课 呃 摩尔本线下课 跟那个VIP 口语VIP全程是由我来上 然后这一期的 摩尔本的大课 就是线下课也是由我来上 所以在摩尔本的话 you're with me right 然后那个网课的话 我们安排还没有出来 但是 可以充取一下 如果想让我上的话 保过班的问题 保过班 当然是就是那些 如果没过重上 那是必须的 就是肯定是一定的 但是我 我的那个机制呢 就是说 我非常认真的 对保过班 需要大家来配合 呃 会给你做一个计划 就保过班的话 会有计划的 会有计划来的 就每天咱们究竟怎么练 就是按照你的schedule 按照每个人不同的schedule 正常设置到一道plan 然后执行下去 OK RL一直有点难 口语卡在76 Fullensy 78 Planesy 80怎么破 不要看RL了 RL的话背一个模板 听懂听不懂 就这么回事了 RL都要 花过多的时间 大概的话 准备一套模板 我们上课的话 自己有这个模板的话 听力 比如说听力 听到的部分的东西 放在模板当中去 只要你把模板背得 非常的符合 它的发音 能力录的打分标准 这个就OK 其实它跟R1的标准 跟我们今天讲的标准 其实是很很像的 好吧 alright 一直在卡RL 不是啊 你上我 我就 我上 我上 你报名吧 我上我上 没问题 你只要上我就 你只要报名我就上 没问题 开箱说 RL模板 其实我在YouTube里面 录了一个RL的那个视频 你可以去我现在的YouTube账号看 之后反正那个也会发到 我们大楼新的那个YouTube账号上面 都可以 呃 GVHPD 你可以搜 可以看到了 啊 悉尼没有我啊 哈哈 我在悉尼住了四年 没有找到我 或者才搬到 搬到那个 Melbert 啊 没关系 我们是有网课的 悉尼的老师也很厉害 悉尼老师叫小米 过两天大家会遇想啊 啊 非常非常 Extreme 用川普的话 用川普的话 tremendous alright absolutely tremendous this guy absolutely tremendous guy amazing 位置PD 这是树心旁的位了 不好意思啊 这是这个位唯一的 树心旁 树心旁的位啊 等一下我打一下 位置 去 bte 呃 模板 如果是只要看RL的 想要去看RL的 RL的 RL的模板啊 去YouTube的那个视频上 我看能不能把YouTube视频的那个链接给大家 just give me one second let's see maybe 那个我可以带大家把链接给大家 我想要的话 哇 今天都快11点了 还有60多个人啊 谢谢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11点澳洲都11点了 还有60个人 我天哪 这个直播 感谢感谢各位 水平一分 能耐有限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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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ias 不同语啊 Gracias Arigatongodaymas Kansamida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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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先把这个视频给大家找到 我把视频找到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关于RL的 retail lecture的模板 我的 我的意思是 my point is RL不是一个特别 需要你花时间练习的题 但是就大概的 模板还是要有的 Just give me one second Sorry Give me one second 之前在哪 我的RL怎么不见 不可能 这有DI 口 买分 模板 repeat sentence 之前到了 那一年的 有人 如果有 repeat lecture 我那个视频的话 可以翻一下 我这YouTuber背后 没有看到 不好意思 我会记过语 一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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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 哇 这尼文大家听到了 我会说 I speak English I speak English I obviously speak English I speak English I speak English 一尼 也学习 一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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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 那个课可以给大家再重复一遍 就是 有人把我的视频放出来 太好了太好了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Fantastic Fantastic 用川普的话讲 Fantastic It's unbelievable Right Thank you guys Today It's been wonderful It's been unbelievable All right 爱丽丝全 每天学习都一点半 你还照常三八 国内没法看 国内的话 那你就微信 实在不好意思 因为我之前 主要是在 在在那个 澳洲在这边 放放视频了 如果你是国内的话 我有录了 但是国内 就稍微不好找一点点 仅此而已啊 呃 你可以来私信我们的大班长 问大班长要 之后这个 在我在优酷上之前传过 All right 对对对 这个here you go 你们要的retail lecture 满分模版 但是你会用吗 就是这个视频啊 大概七分钟左右 有兴趣的人呢 我再重复一遍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这个啊 anyway 如果你想 就是这个 如果你想 就是像我们 得到我们这种练习啊 我的这个 满分的技巧 加上我今天每天 对着你 盯着你来练习 可以考虑来摩尔本上课 All right 摩尔本不在的话 可以去其他城市上课 或者你可以上网课 Either way whatever you need we've got them all All right thank you guys so much That's all for tonight Hopefully it was a good start 明天也会有老师啊 明天也会有老师啊 明天有老师也 热和红旺的 跟我一样 So uh All for tonight I wish you guys have a one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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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much Guys Thank you so much I hope you guys have a wonderful night I really do I really do appreciate it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I'll see you tomorrow Not tomorrow Well maybe Maybe tomorrow Next week I'll see you all next week alright take care everybody bye bye